他在我压力最大的时候帮助过我很多 当我们在一起之后 他变得越来越自我 做事从来不去考虑我的感受 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对待过一个人 我费了很多心思讨好他 可是他什么都不愿意接受 总是说我不理解他 他总以为自己特别爱我 但他对我做的很多事都特别胡闹 我很讨厌他身上的一些缺点 他从没有改变过 我觉得我已经为他付出够多了 他却总是不满意 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才能让他觉得我在认真对他好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张先生27岁来自河北代业 有请小张有请 贺女士26岁来自河北实习医生 有请小贺有请 欢迎老位啊 是初中和高中的同学是吧 对 是同班同学吗 还是一个学校的 同班同学还是前后桌 那时候就是关系不错嘛 他经常给我买东西吃 就出高中的时候就吃人家的东西啊 我那时候是因为这样的条件不太好 所以在什么时候两个人就好上了呢 高中毕业之后 他跟他爸去工作了 然后我就读大学嘛 中间其实有一两年没有联系的 83那一年就回老家 有一次就偶然碰到了 我们就那时候就恢复联系了 我联系我那时候是因为 大学的时候过得比较困难 压力也比较大 也经常兼职 那时候也是助学贷款嘛 所以就经常跟他倾诉 他那时候对我就是特别体贴吧 就是耐心地开导我呀 那时候就特别感动 然后时间长了 反正就自然而然在一起了 是初恋吗 是啊 是初恋吗 是啊 哎呀你看多波折啊 这不挺好的吗 现在谈了有多久了 看来有一年半吧 发生了什么 让女生现在开始觉得男生不满意 男生还也挺抱怨的 说说吧 就是我跟他在一起之后 他又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就一开始对我特别体贴 然后后来特别的自私 然后让我忍受不了 哦 举个例子说好不好 就是我们刚在一起没多久的时候 有一次我过生日 他送了我一条项链 我又是学生嘛 我也没什么收入 那项链我觉得 对我来说挺贵重的 我也没什么东西还给他 就我觉得两人在一起是平等的嘛 我不能乱收人家东西 所以我当时就没收 但是他呢 他转手去把东西送给人 相亲的一个女孩子了 谁相亲呢 他 他去相亲 主持人是这样啊 就是说我觉得就我们俩在一起嘛 再说他过生日 我觉得我有必要送他一件礼物 啊 对吧 我觉得这很正常嘛 对 他也有权利不收嘛 但是我们俩谈恋爱 我送他一点礼物 太贵了 不贵啊 就两三千块钱嘛 焦点不在这儿 这怎么后来又相亲又送给别人呢 焦点在这儿 就是我花尽心思挑选了礼物啊 啊 我就觉得他肯定会很高兴的 对对对 但没想到他直接就当面拒绝了 啊 本身他生日的我们都应该很高兴 啊 那天饭也没吃成 我们俩还是大吵了一架 然后呢 本身我年龄也大 我爸妈那边一直强迫我去见面嘛 相亲 然后我没办法 我就跟别的女孩相亲 就顺便把那个项链送给他 就看上人家了 没有 我能做出来这件事 完全就是想气他一下 我跟那女孩后来再没联系 我就喜欢他 我跟那女儿的联系什么呀 那你干嘛去相亲送人项链啊 我就想气他一下嘛 不 这事他告诉你的 对 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尊重我 这太嚣张了 对对对 你爸妈让你去见那女孩 对对对 他不能欺骗我呀 那我给你买的礼物 你不收 那这礼物就是我的 我想怎么分配他都行啊 那你当时还跟我在一起呢 你就背着我跟别的女孩子去相亲 我觉得你这点做得太过分了 我那一直想简单地气你一下 但是我后来不跟你 行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觉得这件事 他生不生气 反正我挺生气的 他生不生气 你把项链送给那个女孩 他生不生气 我觉得他肯定会生气 会生气是吧 对啊 姑娘生不生气 生气特别生气 好 今天你跟曲总相个亲 再送她一个香蚊 反正是生气嘛 那不行 那不行 为啥不行 我就是想简单地气他一下 他也想简单地气你去相个亲 但是我跟那女的后来也没有后续啊 人家也没有后续 那不行啊 这咋不行呢 不少的做事魂嘛 然后你还觉得特委屈是吧 对啊 我花心思给他买的生日礼物 他都不要 是是是是 所以你就给别人呗 就简单气一下 但是我还是喜欢他呀 对对对 知道了 到现在都没有认识到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对没有认识的 对 然后后来呢 他给我道歉嘛 道歉我一直不理 然后后来他没办法 他又过来找我了 他原来不是跟他爸一起工作吗 他把那工作给刺了 说辞就辞了 然后就过来找我 他说我都是为了你 还不是为了陪伴你 我就把工作给辞了呀 过来就辞了 是说你们之前是异地 还是说 他在老家 我在我实习的医院 你现在在哪 我在石家庄 他呢 他在邯郸 从邯郸到了石家庄了 一开始我还挺感动的 感动 他是为了过来找我 但另一方面 我觉得让我挺有压力的 因为我们俩不是刚吵完架吗 我就是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就是不经常沟通或者怎么着 我就想过去跟他多沟通沟通 就有没问题当然最好了 有问题我们能及时解决 这样挺好的吗 是 但是没想到后面 后面是越来越离谱 他自己都不好意思说 那你说 他后来到这之后 他说你怎么不陪我呀 你每天就知道工作 要不然你就跟你室友在一起住 我搬过来这儿 我是为了什么呀 想是这样 然后我就过去陪他嘛 他家里边这衣服 袜子什么 都是一堆一堆那样堆着 从来不知道收拾 我一开始过去的时候 就帮他收拾 收拾嘛 那我过去一次帮他收拾一次 过去一次帮他收拾一次 那我总不能一直给你收拾吧 然后后来他实在太乱了 我就不去了 他就开始生气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你 就是为了你 你就不陪我 他说我不爱他 那肯定啊 那刚开始你收拾的时候 不也没说什么吗 那么时间长 你就不能忍受了呢 主持人 你听到他说这些 那我就应该跟你收拾一辈子吗 我看别人家情侣也都那样啊 谁家情侣是这样啊 他实在太乱了 没有一点 就是自己的生活能力 就是这样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在那里 我肤力很乱是吧 自己开伙吗 叫外卖啊 那外卖盒子 那里面的汤都搜了 不收 臭袜子 对 臭衣服 对 加搜了的外卖盒 对对对 那不是我扔垃圾桶里的 不是 你是扔到外面的垃圾桶里 还扔到自己家的垃圾桶里 扔自己家垃圾桶里 哈哈哈哈 那我出门以后再带出去吗 听明白的就是 个人卫生状况比较糟糕 是这意思吧 特别糟糕 行 再往下说 又后来又发现什么了 屋里已经够乱了 后来他要养一条狗 为什么养狗啊 他喜欢狗吗 对吧 他喜欢狗 我想说我们俩经常吵架 我说买一条狗回来 最起码让他下班以后 就能从工作的那个状态中 解脱出来 不挺好的吗 我给他买完狗 他还让我爸爸收拾狗 我哪会那个 再说我本身就不喜欢狗 我是跟他说狗 我喜欢狗 但是我当时说的时候 一条狗多好啊 吃完饭之后 一起散散步 溜溜溜狗就多好啊 他倒好 买了狗之后 狗的卫生没收拾过 就是那狗在屋里拉了 那大便干嘛 都不清理 那我本身就不喜欢那东西 我去他家的时候 一推门 就臭烘烘的 乌烟瘴气那样 我真的受不了了 你可以收拾吗 你看他现在还这样说 那为什么就是我 你就不能收拾吗 我说了 我都不喜欢那个东西 我就是为了让你开心 我才买了它 那狗现在呢 狗现在 他拿他护士了 后来是因为是房东 房东说 你把屋子当成这样 要不你就搬出去 要不你就收拾干净 他还是不收拾 那我总不能让 没地方住吧 就没办法 我只能把狗淋回去 我养着了 哦 我听明白 这小子是想拿狗 把姑娘给骗了 结果姑娘没骗来 狗还被姑娘给骗了 你这懒得可以啊 你太懒了你 还有 花钱特别打着大脚 因为我 我这样的条件是 属于那种很一般 就可能是比较困难的 那种家庭 他可能是 比较好太多吧 他达到这之后 就乱买东西 像那种平衡车啊 什么扫地机器人啊 他说不过买给你啊 买给你做家务 你就不累了呀 就买这些东西 我说这些东西都没用 你就退了吧 他也不退 他说买都买来退 什么退啊 他把这个 你买来本身就是想 减轻你的负担啊 我看你每天上班挺辛苦的 让你 对吧 平衡车上班挺好的吧 扫地机器人 帮你减轻很多负担啊 这不都挺好的 你天哪 你这家什么事都没有 你就不能把屋子给收拾收拾吗 那你刚开始收拾的时候 不也没事吧 你这家什么事都没有 你收拾屋子怎么了 平 我每天 我工作 工作一天特别累 回去毫无法收拾屋子 这个是屋子问题 就别再说了吧 徐总都受不了了 你看 别说了 你想要 然后我就说 我说 我说你天天在这坐 也不是什么事 我去找个工作吧 对 就去我们医院应聘保安嘛 啊 他应聘保安之后 就每天去找我 我在科室 他每天去科室找我 每天去找我 就我上班时间一来 就非要跟我说两句话 我说我工作呢 不要老是来找我 后来就是闹整个医院 都在传这种流言蜚语 然后刚才 流言蜚语啊 就是刚才实习生 刚才没几天 就要跟一个保安谈恋爱 你这到底来工作 还是来谈恋爱呢 就影响特别不好吧 余医生爱上了 男保安 好题材 你看 大家都传 这点我不赞同 就是我们俩恋情 为啥不能公开 为啥不能让别人知道呢 恋爱本身就是美好的东西嘛 是是是 对啊 为啥不能让别人知道呢 人家是实习生 实习生怎么了 我们俩谈恋爱 谈恋爱 别在工作场合谈 那我去他们科室看他 我也有错嘛 这不工作时间嘛 所以男生的委屈在于 你没有公开恋情 女生的委屈在于说 你别弄得满城风雨 对对对 是这意思吧 对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嘛 我说你不要老是这样 就是这样对我的工作 当然很大的困扰 他倒好 不做了 工作说都不说 就回去直接做了 又不干了 对 那不但是找其他工作 还是就待在家里 就就待在家里 啥也不干 我怎么能是什么也没干呢 我还不想着 每周咱们的情侣日呢 每周还有情侣日 说说说说 对啊 我跟你说人家所谓的情侣日啊 人周一到周五 精心策划五天 说周六 你必须得去跟我约会 约会出门前 你必须得化妆 吃饭前 你必须得拍照 必须要捧我圈 你要不饭 你就是不爱我 我就不吃饭 我就绝食 就是我精心准备了这么多天 你不应该尊重一下我吗 兄弟 来一句啊 你再阐述 我这才缓过份来 就是说 你现在的专职工作是 周六情侣日的策划和实施 对吧 目前是这样 你不拿工资还得贴钱进去 对吧 一直是我在贴钱 就周一到周五就想怎么干 周六就把这事做成了 对啊 然后他管宣传 朋友圈里发一张海报 你就觉得 就是我现在 我把老家那边工作辞了嘛 听懂了 听懂了 就过来就专门为了陪他了 这个下了血本了 你看周一到周五 下了血本 你问他血本从哪来的呀 血本从哪来的 那我之前工作的那次 就那点积蓄 你过来都大半年了 搞花完了 那他后来的钱从哪来的 那车那是我爸给我买的 以我的名义买的 我想卖就卖 那我完全有 对这辆车的百分百的支配权 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 再说咱俩谈恋爱 不需要就你支撑嘛 你把车卖了 卖了 卖 干嘛呢 就当做谈恋爱的启动资金啊 谈恋爱的启动资金啊 对啊 那后续资金从哪来呢 车钱又还了 我是这么着主持人 我是做这个 做工程的 就是说我能挣 我有人脉 随时都能去挣这笔钱 就是我不在乎这个钱 我完全可以 目前就把它丢掉 然后 事成之后 我们再回去 接着干就行 事成之后 就我跟他结婚以后 我回去再接着干 随时都能捡起来 听明白了 就说 只要你把它取到手了 对 我随时都能捡起来 挺苦恼 乔老师家 跟我求婚 我说就你这样 现在连个工作也没有 之前还是把车卖了花的钱 我说你就是在啃老 让我给你结婚之后 跟你一起啃老是吗 那我爸的钱不就我的钱 你自己就不能去挣钱吗 你也是两只手啊 那我不是把之前那 那工程给丢了吗 不是过来专门陪你吗 我要是不爱你 我至于这么做吗 可是我想的不是这些东西啊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 我为了咱们这份爱情 我损失了多少东西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想要的是什么呀 我每天已经很累了 你今天做这些所谓的仪式感 我一点都不想要 只会让我更累 我周六是真的 我不想去给你什么看电影吃大餐 我真的只想睡一个懒觉而已 就是很简单 哪怕就是 我起来之后 咱们俩一起做一顿饭 我觉得这都很有意义 你周一到周五 大家什么都不干 你就不知道把屋子收拾收是吗 我撒班回来之后 有一个这样干净的环境 我累得说 你能够第一杯热水 这就是我想要的 你做这些东西 我真的一点都不想要 我不是说不干主持人 我的观念就是什么 就是说 咱俩可以完全 承出时间来去 就是更多的相处嘛 然后就是这些 生活中的这些家务什么的 我们可以雇小时工来干嘛 这有什么 你自己有手有脚 为什么要雇小时工啊 你自己不挣钱 你花了还是卖车的钱 这事我听明白了 我想问今天姑娘来想干嘛呀 我也不知道 我就特别 你也不知道 就是挺纠结的 我也很矛盾 就是我心里面 其实还想让她一开始 对我就特别体贴嘛 就是你觉得这男人是体贴的 但是这男人现在的生活态度 或者叫生活方式出了大问题 是这意思吗 对 花你很多钱吗 这姑娘 我不在乎 我跟她花多少钱 我跟她 你过时客观的说 是花了你很多钱吗 就是她接受你很贵重的礼物吗 还是怎么办 关键是她不接受 我就气在这点了 这就对了 生活就得这么教育你 兄弟啊 钱不是万能的 别以为有钱什么都能买 你会觉得其实很奇怪吧 我全心全意的对你好 对不对 对啊 我给你送东西 你居然敢不收 对吧 对 我这么上着赶子 对你居然都不拿正眼瞧我 是吧 我那么没有地位吗 是不这感觉 反正现在是这种感觉挺 可挫败啊 对 你就赶紧工作去不就得了吗 回去工作去 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 解决了了 都解决了 回去正常工作 正常生活吧 想过吗 想过呀 是啊 但是他还在这啊 你让他在这啊 那我俩得带一块 你看你又舍不得是吧 对 多大了 27 27 我觉得你这27年 唯一一件有眼光的事 就发现了这女朋友 就特别好 你要说27年一事无成 这个算 你可别把这个丢了 所以我给你先打一个预防针啊 接下来好好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好不好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你们这场恋爱的 一开始 是一个叫报恩式的恋爱 我说的报恩式恋爱不是一件坏事情啊 这两个人爱情的开始 来自于这个地方 好 他感受到了你对他还好 所以呢 他也愿意和你交往 这都没有问题 你说他后来拒绝你的理由呢 我觉得拒绝对啊 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一个 挟恩求报的人 挟是挟持的挟 我挟持我对你的好 所以我必须要得到你对我的回报 你一直在这表明 你看我对你怎么怎么样 你看我是为了你怎么怎么样 你看我 我是给了你 花了多少心思送你一个礼物 所以你必须要开心 所以你必须要跟我住在一起 所以你必须要对我好 这就叫挟恩求报 这个在感情里面 是不应该存在的 不要再想着 我有人脉 我爹有钱啊 我有工程 仔细想想 我究竟还有哪些地方 还值得被这个姑娘所爱 未来我究竟还有什么价值 被别人所爱 谢谢 好 谢谢陆琪老师 删达老师 你没听说过四个字吗 做吃生空 做你家有再次 是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谓的什么三观不合的人 他的目标是什么 你了解吗 你的目标好像倒挺清楚的 我的目标就是跟你在一起 但他的目标不是这个 他的目标是希望你有你的生活 你有你的事业 我来实现我的事业 你不要过来给我增加负担 你自己肯定觉得委屈 但是我觉得 你这是一种情感绑架 真正要找 一定要找一个 跟自己三观相合的人 才会幸福 否则你不管怎么 努力地去使劲 人会觉得越来越被压抑 懂了吗 就这样 好 谢谢许总 来 口老师 你为什么不接受他的礼物啊 我觉得那个东西 我还不起 所以你不能欠他的 对 我不能欠他的 你不想欠别人的 你内心是想做一个清白的人 但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其实你也没那么爱 当一个人害怕欠别人东西的时候 其实内心是有所戒备的 我觉得你不接受礼物 还有一个原因 你是不是看那个礼物 特别反感 是 你反感什么呢 反感这样 他这样乱花钱的这种态度 对 你是从大一开始 就没花过家里的钱 对 我自己带他 就自己自足对吧 对对对 每一个努力奋斗 挥洒汗水的人 都特别反感那些不劳而获的人 除去恋人关系之外 就单看这种人 每一个完全靠自己 一穷二白奋斗的人 一定讨厌啃老的人 也一定讨厌那些不劳而获的人 本能地觉得反感 对 所以说他每次送礼物给你的时候 你最主要不接受礼物的原因 不来自于亏钱 而是看不惯他 就是讨厌你 明白吗 反感你 因为我在我生活当中 都是靠我自己的 你给我买来一些 什么平衡车呀 什么项链 我不是不喜欢那些礼物 我讨厌的是你不劳而获 所以其实我认为呀 你要是哪天自己 把这些话听进去 你自己都讨厌自己的这种行为 你就有得救 观念你现在的问题是 你自己都不讨厌自己 这半年 你有点迷途了 你有点走错路了 半年之前 当你有自己的工作的时候 当你们俩在学校 你老给他带吃的时候 我觉得你们是有纯真的感情 虽然我觉得你们之间的感情 好像在他来不久 其实就已经死了 你们俩之间还能够在一起的原因 用什么东西来平衡 我反感他的这种情绪 多半都是那些回忆吧 对 如果你真的还认为自己没错 不反感自己的话 你就真的跟不上 我觉得你们之间不是爱心的问题 真的不是爱心的问题 他现在讨厌你 明白吗 行 就对 好 谢谢陀老师 你现在的问题在哪 是你真的不知道 这个他没有办法知道 你给他举一万个例子 他都不知道 只有一天他会知道 现在回去 哥给我个工程 兄弟对不起 你出局 哥给我个工程 兄弟对不起 你出局 哥给我个工程 兄弟对不起你出局 你看他还这样吗 绝不再会了 他才明白 你经历的太顺了 你生活在你爹的光环里 我再说一遍 27岁你凭什么有那个资源 你资源从哪来的 跟我爸呢 他得了吗 我这半年我回去 那是你爹的合同 不是你的合同 听明白了吗 所以现在最大的矛盾和冲突 在于什么地方 他讨厌你那臭袜子 狗屎什么烂七八糟 你不能找个小舌工 打扫一下吗 打扫一次 他就开始吵吧 说你找什么小舌工啊 多浪费钱啊 对 这是你不能理解的 对吧 对我特不能理解 这就是他的生活带给他 你把这件事尽下心来想一想 女生其实也要想 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 不那么看重金钱 靠自我奋斗 我觉得特别棒 这特别好的品质 这一个特别 我觉得哥哪个时代 这都是一个好品质 就是崇尚自我奋斗 相信自我奋斗一定行 但是这个一旦到极端的时候 也会出问题 他只相信自己 不相信任何人 就很多东西 也走进不了他的世界 你会发现 他不相信别人 他不相信友情 他不相信爱情 他不相信太多的东西 他又委屈求全 小贼 抬起头来 先把这个感情 我觉得可以放 你要考研嘛 玩命考研 赶紧接工程片 想到了 开车来看他 你们就正常的谈谈恋爱就好 都放松下来 你也太紧了 读研究生几年啊 大年 研究生完了以后还得实习对吧 好歹得拿着医师证吧 你觉得该算完成了吧 那时候您三十一了 等得起吗 能等啊 真能等 真能等 那就该干嘛干嘛去 接工程 谈恋爱 异地恋 就受着呗 常来看他 把自己的事业做好 开阔一下眼界 行吗 行 接下来一起进入 先进入 小偷 咱们俩 这么长时间的恋爱 我一直都觉得很稳定 我也是想 我做这么多 也是想 让咱们俩人的恋爱 能更加牢固一点 但是我没想到 后来事情竟然发展到 这种地步 从今天开始我改行吗 以后我全改 什么都听你 咱们别闹啊 咱们一起回家行吗 我无法想象 我以后我的生活里 没有你 我会是什么样 真的 咱一起回家 我 我还是希望 你可以像 一开始那样 到我身边 默默地给我力量 可是你后来做这些 真的是让我难以接受 不过 我会 真正考虑一下 我们要不要对不起 别再宁了 回去吧 谢谢你 请回 请回 谢谢 来 请关门 这个恋爱谈的 我相信对他们俩来说 都挺累的 彼此有没有爱 至少从今天看来 这两个人还是在乎对方 只是在乎的方式 有点让彼此接受不了 看看这对小朋友的选择 请开门 有啥想说的吗 我放弃之前那份工程 我也承受很大压力 我就是喜欢她 我就是想要跟她在一起 但是我没想到 过来找她以后 反而产生了这么多矛盾 现在这个结果 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所以呢 不知道 这姑娘你还爱吗 你还喜欢吗 喜欢 从今天的谈话 你能得出来 这个姑娘想要一个 什么样的男人吗 她就是想要那种 奋力一点 自立的 对生活充满希望 跟她一起拼搏奋斗的那种 那你就做这样的男人 但我之前就是那样的 你半年都不工作了 臭小子 我就是为了 我要是不爱她 我不会去这样做的 我就是 所以 你用你的方式 给予别人不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就不叫爱 就会让对方觉得累 听明白了吗 这次明白了吗 你觉得她会马上找男朋友吗 因为我对她理解可能 不会 那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做 回去继续工作呗 好好工作 关心她就够了 听明白了吗 回去吧 跟你爹呀 一起看这期节目 把你爹拉着一起看 让你爹教你一些办法 你跟你爹学 我觉得最有效 好吗 谢谢你 秦辉 非常好